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日本回转寿司店所推出的活动 只要姓名中有鲑鱼同鹰同自准 就可想免费优惠 此活动一出引起一波改名潮 不少人变成了鲑鱼先生小姐 內政部也因此提醒民众 改名字以三次威信 一旦字述用光 恐怕将十字名归 台湾在去年5月時 武漢肺炎本土肥肥大分 提升全国三级警戒 双北宣布进入第三级警戒 引发民众封场生活物资 各卖场人潮蜂拥而至 部分货架被产购一空 唯独卖场货架上的三色豆 和部分泡面仍发仍问津 网友对此还笑说 双北人恐慌归恐慌 理智还训练失去 在2020东京奥运台湾好手捷豹不断 形成全民封奥运的热潮 不过同时也出现不少政治人物 想要赠身量 却弄巧成就的乌龙事件 像是国民党立法委员马文君 他在台湾桌球 武朝元老庄志愿的脸书留言 辛苦您了 宇求教父 被网友大酸特酸 而我国举重女神郭信纯 在东京奥运举重女子59公斤 连敌创下奥运记录 成功替台湾夺得本届首面金牌 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在第一时间发文祝贺 图片上虽然是郭信纯的照片 名字是导致64攻击量级的选手陈伟慧 另外林玉如和郑怡靖在7月26日 勇夺捉球混双铜牌 前任立委陈伯惟在祝贺时 却将郑怡靖打成苏怡靖 事后他发文更正 表示郑怡靖回国后 他会送花表示歉意 8月冬奥更落幕时 全球网络吹起一阵会外赛的风潮 Twitter出现一个以经典名移改编的 POPCAT小游戏 只有点击让猫咪张嘴就可以获得一分 在台湾网友的号召下 一夜之间点击量暴增冲上第二 但网友还是不戏内 12日晚间折脸 在台湾网友疯狂的点击下 台湾终于已累计 54亿次超越芬兰 登上全球第一 在民意游戏爆红后 出现各种POP系列的小游戏 甚至出现一款POP系版本 将点击对象 换成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但让台湾网友爆笑不已 我们怀念他 2021年Netflix最火红的韩剧 非鱿鱼游戏莫属 其中出现南韩的传统甜食 碰堂也成为热门话题 许多网友都纷纷在家自制碰堂 而餐厅及饭店也称这股热潮 推动一系列活动 许多人也在万圣节扮演剧中的角色 你目前的你 有没有也跟上这股热潮呢 2021年 台湾疫情较稳定后 餐饮经济爆发 而日本一来拉面 进军台湾市场四年后 南下台中开幕台湾二号店 11月24开幕当天 竟有人从21日就开始排队 有网友在网络分享高处拍摄的照片 只见长长人龙 直接排到附近的秋红谷景观圣态公园 让人开了大吃一惊 他看完小编帮大家紧接的 2021Top6跟风之乱 你心中的第一名 有没有也上榜呢 最后不免俗的 小编当然要来祝贺一下 祝大家2022年 虎年好运到 虎虎生风一整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